小朋友听故事 凯莉的暑假 在一个炎热的夏天 小女孩凯莉迎来了她最期待的暑假 她兴奋地跟着爸爸妈妈来到了动物园 准备开始一个充满冒险和探索的日子 凯莉走进动物园的大门 立刻看到了一只巨大而迷人的长颈鹿 她的眼睛亮了起来 迫不及待地拿出相机 捕捉着美丽的瞬间 接下来 她走到了一个悠闲的草原区 看到了一群可爱的绵羊在吃草 凯莉轻轻地摸了一下他们柔软的毛 感受了他们的温暖 她继续走着 来到了猴子的栖息地 她看到猴子们摇晃着树枝 逗得凯莉哈哈大笑 她也学着模仿猴子的样子 挥舞起双手 好像自己也成了一只调皮的猴子 接着 她来到了鸟类区域 看到了一群色彩缤纷的鹦鹉 她仰着头 看着它们展翅飞翔的美丽景象 凯莉也试着模仿它们的声音 叽叽喳喳地和它们交谈 走出鸟类区域 她来到了狮子和老虎的区域 她看着它们优雅地走着 展现着它们的力量和威严 凯莉小心地观察着 并感受到了 这些壮丽动物的神奇魅力 最后 她来到了海洋生物区域 在水族馆里 她看到了许多奇妙的生物 如色彩缤纷的热带鱼 慵懒的海龟和摇摆的海藻 她的眼睛不断闪烁 被这美丽的水下世界所吸引 凯莉在动物园中 度过了一个充实而有趣的日子 她学到了许多关于不同动物的知识 并与它们建立了连结 她心里充满了爱和敬意 希望这些动物能够一直健康幸福 当凯莉和爸爸妈妈走出动物园时 她感谢他们 给她带来这么美好的经历 她知道动物是我们的朋友 我们要保护和爱护他们 让他们在这个美丽的地球上继续存在 凯莉的故事告诉我们 动物是我们的好朋友 我们应该尊重他们 并保护他们的生存环境 让我们一起爱护动物 共同营造和谐的生态环境 小朋友 这次的故事结束了 请记得提醒妈妈和爸爸订阅我们的频道 小朋友听故事 就可以听到更多好听的小故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